老子博书第十七章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 五何以之天下之然此 以此 下面我用白话文来解说一下 上见者不拔 上报者不拖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善于建筑东西的人 他是不容易拔掉的 比如说非常善于建筑东西 你插一根棍子 你都应该是拔不掉的 它实际上是有隐身意志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那种 传世纪的那种建筑的话 是拔不掉的 比如说像金字塔 像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建筑 罗夫公之类的 上报者不拖 就是说善于报持的人 他是不容易拖身的 然后子孙以祭祀不绝 就是后代的香火了 不会 不会终止 他隐身的含义 实际上就是说是 你的那个建筑也好了 你的追求一个东西 你不容易随便拖身的话 你的那个作品也好 是永远会留置于后世的 修之生其得乃真 修之家其得有余 这个就是有点像后来 古代人讲的那个 修生其家 治国平天下了 就是这一段意思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修之乡其得乃禅 修之国其得乃风 然后修之天下其得乃伯 我想要讲 讲到一点的话 强调一点的话 就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当年读那个 修生其家 治国平天下 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因为修生其家 还是好理解 因为你自身做起 然后你的家庭嘛 对吧 然后一下子从其家 跳到了一个 治国平天下 好像差距挺大的 你把家里做好了 然后怎么就突然去治国了 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范围 但是我觉得 在老子博说里面 道德经里面就要讲到 要除了修其家以外 你还要是修之乡 有乡 后面还有说 有之班 那个成班 还有那个国 就一步一步 我觉得它跨越 实际上更具体一点 也更细致一点 就是说 韩怪面比那个 普通的那个修生其家 治国平天下 要更多一点 然后以生观生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班观班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自身去查看别人 对吧 以自家观照别家 以我自乡 去观照别乡 然后以我的这个班 我的这个成班 或者我这个小的国班 去看别的国家 别的那个班 以天下观天下 我何以知天下自然此 以此 就是我 然后以我 我看的这个天下 看其他人的天下 然后我怎么知道 会知道天下的情况 都是都是这样子了 就是因为我用了 以上的这个办法和道理 因为我是说 从小极大 修生其家 然后我也从 我也以相关 相以半观 然后自国平天下 这一段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我 觉得老子 给比 虽然他在后面的那个 秋生其家 自国平天下 出现之前 但我觉得他实际上 寒冠面 寒冠面更广 然后时操心也更强 对吧 由生 由自身 个人的品德的修养 到家庭的品德的修养 到你那个乡的品德的修养 就是你的那个社区也好 community也好的 那个品德的修养 然后到城邦 或者说你的那个小国小邦 你的那个州 然后以天下观天下 以生观乡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邦观巴 以天下观天下 由小极大 好 从自身做起 好 谢谢大家